随着数位载具的普及 如果想要让广告发挥影响力 恐怕要将重点移转到行动族群的身上才行了 只不过究竟要运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抓住低头族的眼球呢 一起来看看 根据调查 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民众 平均不到7分钟就低头一次 如果在电脑 平板 手机之间 创造袭击内容 成为广告主最关心的事 原生广告也跟着诞生 它不同一般的传统广告 它是在很自然的 情况之下提供给消费者 或是网络的使用者 它那个时间点需要的讯息 而且讯息是有用的 然后有趣的 我们想要了解 人们在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它实际上看了哪些内容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说 追踪你眼球在荧幕上的位置 看好原生广告 可以跨装置提供整合行销方案 国内知名入口网站 宣布引进相关服务 现场也请来广告主分享经验 以我们几个商品来讲 大概平均使用原生广告 都让我们的业绩 大概成长30到40% 所以对整体来说 其实我们觉得它的效益是非常的好 业者透露 目前已经有不少广告组 对原生广告有兴趣 至于这种新形态的推销模式 能不能够在行动大战之中 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成效应该很快就能看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